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今天讲的是 绿卡和外国身份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从几方面来阐述一下 那首先呢,美国绿卡呢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并不那么难拿,对吧 美国呢,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 现在有3亿多人口 人口总数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美国每年呢,都发放超过100万张绿卡 那么有的绿卡本身呢,大家的目的呢 是希望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对吧 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比较自由自在的 物质丰富,生活富足,心情愉快的生活 那原来有的呢,我在网上看到的笑话呢 讲到,说那美国街头的homeless,对吧 或者说在街头要钱的这样的人 那他都是公民,对吧,绝大多数 那他这个美国公民身份也并没有带来什么其他的benefit 那从这一点来说,那你拿到绿卡以后呢 仍然大多数人呢,仍然有事业发展,对吧 或者家庭团聚等等要做 那除非你是再也不需要工作的这个富豪 对吧,那其实呢,像这样的富豪 一般他不见得要办美国绿卡 因为还担心在美国交税多,对吧 那他可能办一个加勒比海小国的什么地方的这个身份就可以了 大多数人呢,像我们的客户啊,绿卡申请人呢 可能还是工薪解草,对吧,不管你是中产阶级啊,别的 那有的你可能说目标嘛,达到高薪工作或者事业发展 但是呢,那还是都是想要考虑要工作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如果说你办一个外国身份 但是如果这个身份并不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事业发展的机会 对吧,那么可能相对来说也就不那么值得 那有的人呢,或多或少,可能自己呢,这个不一定都完全意识到的是吧 那就感觉呢,是美国绿卡比较难办 那我还是先不办了,我先办别的国家呢 过后再考虑转到美国 这个首先多一到手,然后呢,可能也不太值得 那具体的这个情况呢,小马过河 很多人呢,可能还是符合条件 但是呢,需要采取行动,对吧 那美国不会找上门来,专门要塞给你一张绿卡 那你推也推不掉啊,这个不太现实 那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想说 讲到这个只是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办比如说投资移民 或者说非技术移民啊 那么要等很长时间 还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而且大家知道呢,1比5投资移民呢 拿到了条件绿卡以后 过两年还要办去除条件的爱829申请 我自己看到呢,就有很多人在这一步呢 遇到了问题 这个爱829呢,要么因为项目出问题 没有办下来,那么就进退为股 比较麻烦,孩子已经在美国上大学 但是绿卡身份即将消失 那就比较麻烦了 那或者呢,有的时候爱829呢 能够用很长时间还没有批 如果你看一下统计数字 每年爱829呢,只有几百批准的 另外呢,当然也有的人办所谓非技术移民 也说门槛低,花费少 但是这种非技术移民呢 一般要排期十几年 签证官的角度来说 有人花好多万人民币 目标是到美国找一个 在养鸡场打扫卫生的工作 等着这个养鸡场等十几年 等这个人来工作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说通 当然你硬昂嘛 这个灰色地带还是有可能的 对吧,但是呢 十几年以后,对吧 这个恐怕还是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这个只是个人的看法 人个有志,对吧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立卡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对吧 你如果说我这个立卡前后拖十几年 好像就把手段和目的混淆了 对不对 那你人生一共有多少十几年 一样呢,人在美国生活 对吧 你即使没有立卡 马照跑,舞照跳 对吧 你生活仍然可以 你可以先到美国来留学 有的人说到美国留学也要十几万美元 多久,那你这个办移民多少多少钱比较之下 这个问题可能不能这么比 对吧 那你不是说办美国的办了移民 就不交学费了 对吧 那不是这么回事 那美国公民有绿卡的人也要交学费 那大多数中国人有的要上比较好的私立学校 那这个不管你有没有绿卡 都要交挺高的学费 对吧 当然有绿卡对于高中啊 大学录取上比较好的学校有帮助 比较年轻也可以考虑自己留学 然后呢 积累条件 增加这个个人的资质 将来就可能能够办那个绿卡了 或者如果说现在孩子啊 十几岁 那么也可以送孩子到美国留学 性价比可能更高 对吧 你说从另一方面讲 如果孩子毕业以后不能留在美国工作 那你给他办一个绿卡 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对不对 一定要回到前面的主题 绿卡是手段 不是目的 那如果他能够在美国保持一个专业工作 比较好的工作 早晚呢 应该也是能够拿到绿卡的 如果说很难在美国工作啊 或者说不愿意在美国工作 不愿意在美国生活 那你办一个绿卡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从另一方面也有的人 比如说潜意识里面 或者考虑到 说美国绿卡好不好办啊 不容易办 可是我的这个同学二秃子 他就拿到美国绿卡了 对吧 我这个要是没拿 就显得不够有派啊 是吧 然后呢 我也要办一个其他国家呢 那这个生活是你自己的 对吧 不是生活给别人看的 对不对 那么你在移民其他国家以前 对吧 也要考虑到 这个国家 他的工作市场有多大 是否适合自己的专业发展 对不对 那如果说想办美国移民 或者不想办 这个都可以理解 但是说我想办美国移民 可是一时又不好办 我就干脆办别的国家了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 对吧 如果说事先没有规划好 只是因为这个国家容易办一些 那大概也不是一个合理的 合适的理由 对吧 那我们这里呢 希望从几方面来解释 第一呢 美国绿卡不见得那么难拿 你在美国留学 或者在美国工作 这样就增加了机会 或者说你也可以送孩子 到美国留学来工作 另一方面呢 对吧 那么考虑到 绿卡是手段 不是目的 不见得呢 需要说等那么多年 或者说花那么多钱啊 来办理 对吧 那么还可以有 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啊 能够结合到事业发展的方式 来办理 最后呢 就讲到绿卡和国外身份 都只是手段 不是目的 对吧 那如果说你这个 因为其他人办理了 这个国外的身份 其他人都润了 我也要润 对吧 那你也要看润的目的 地对吧 这个地方 要考虑到长远的发展 对吧 从这一方面 有的人说 我跟跳棋一样 先跳到这儿 再跳到那儿 对吧 分几步 这个当然因人而异了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呢 如果花太多的时间精力 可能从时间成本 等等来说 就不值得了 所以总体来说呢 我们律所呢 为很多的申请人 取得了美国的绿卡 和签证的批准 这方面 如果说你想要了解 我是否符合 办理绿卡或者美国签证的条件 或者我怎样规划 我的美国移民之路 这个话 这个讲叫ready able and willing 对吧 有意愿 willing的人可能比较多 对吧 那你也要表明自己able 对吧 那么现在 或者将来能够符合这个条件 然后什么时候呢 能够就get ready 也有的人想到说 哎 我现在想办绿卡 但是我暂时还不想到美国 要过几年 这个也是可以的 我们也有文章讲到 怎样灵活 掌握拿到美国绿卡的时间 以及保持绿卡 也可以参考 那么总体来说呢 我们看到 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各种原因吧 讲这个润学啊 想要润的人很多 当然对于我们 办理移民业务的人来说呢 这个当然 从市场角度来说是好事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呢 存在有一种混杂的这些问题 我们当然也希望 申请人都能够 根据合理的规划 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不是就像买了烂尾楼一样 对吧 那么一时冲动呢 过后又感觉到 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你可以发你的背景材料 和问题给我们 好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的就是 绿卡和国外身份 是手段 不是目的啊 这个说起来 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但是呢 具体的 背后的几层意思 这方面 希望大家考虑 好 谢谢